先用磨砂膏还是沐浴露呢? 一般是先用磨砂膏,然后再用沐浴露进行护肤清洗 磨砂膏会有死皮残留,所以丁心使用磨砂膏再用沐浴露 不过也有人认为先用沐浴露再用磨砂膏 提早时先用沐浴露清洗身体,能够帮助皮肤打开毛孔 并清除皮肤表层的汗液、灰尘和污垢 但沐浴露的清洁能力有限,无法清除身体死皮 这时再使用磨砂膏,能够帮助皮肤彻底清洁 磨砂沐浴程序结束后,用柔软的毛巾擦干肌肤 将润肤乳均匀涂抹在肌肤上,稍稍按摩即可